当家主母就要收官了 这一个月跟着沈翠席体会苏州克斯的发展和繁荣 看到百年传承的任家兴衰起落 感悟那个女子艰难的时代仍有人负重前行 好在剧中的三对CP都甜蜜幸福 正义战胜了邪恶 三对CP圆满幸福 如意和翁静 如意出身行愿是曾宝琴的丫鬟和曾宝琴情同姐妹 在山堂街的时候 如意喜欢上书宴 书宴却因为如意的身份不敢娶她 任雪堂知道二人关系后答应为书宴止婚 但任雪堂失踪后 书宴觉得二人无缘在一起变分开了 如意和书宴分分合合纠缠了七年 书宴始终没有娶她 如意不守规矩 想要不在意自己身世 不问是一心一意喜欢自己的男人 书宴屡次伤了她的新二人 最终恩断一绝 但如意遇到了翁静 世家子弟 偏偏君子的翁静 第一次看到如意在水中肆意不于畅快的样子 就对她一见钟情 为了娶到如意 她效仿唐伯虎三次求见如意 最终获取如意芳心 但翁静家中不同意这门婚事 为此还挨了十个板子 翁静还是一心一意 想要如意 最终打动她父母 和如意成亲 林书方和任如风 书方本是沈翠喜的贴身丫鬟 自幼便喜欢算账 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大掌柜 但在贵女脚不沾地的时代 女子随意出门都是不合规矩的 好在沈翠喜提携书方 将任家的管家大权交给书方 二爷任如风也在相处中 喜欢上这个机灵的小姑娘 但书方和二爷的恋爱是艰难的 三分三合 好在最终二人互相表露心意 成功成亲 婚后最大的危机就是离婚风波了 任雪堂回家后 任如风不想管理家事 书方看着整日游手好闲 吃喝玩乐的任如风 愤怒地和她假离婚 搬出任府 任如风为了挽回书方的新学习珠蒜 帮家里打理生意 二人又重归于好 大结局中书方和任如风有了孩子 终于有个小孩能陪秀山了 曾宝琴和任雪堂 二人自小便是青梅竹马 感情甚堵 原本早就该成亲 但曾家因为贪污获罪 曾宝琴被发卖 任老太太让任雪堂强取沈翠喜 这才开启了三人的虐恋 任雪堂打听到曾宝琴所在 为他熟身病养在山堂间 二人还有了孩子 但沈翠喜知道后 上演了袁佩达小三的一幕 任雪堂不知该选沈翠喜 还是曾宝琴 便失踪七年 这七年曾宝琴和沈翠喜成为好友 亲密无间 任雪堂回归后 曾宝琴和他在一起 成了当家主母 二人琴色和鸣 曾宝琴主外管生意 任雪堂主内考春为教育秀山 十分恩爱 沈翠喜夺魁后 偶遇第三春 沈翠喜和任雪堂和离后 开了克思学校锦西方 这时被流放的曹文斌夫妻俩 遇到天下大赦回到苏州 曹文斌四处寻找在行院的妖娘 发现妖娘学习唱戏勾引男人的行为后 想要杀死妖娘 保住曹家的清育 曹母心爱女儿 又不知如何才能救女儿 求到了沈翠喜府上 沈翠喜心中对妖娘甚是怜爱 答应帮助她救妖娘 但妖娘是官卖女子 想要救出来男鱼上青天 唯有上达天厅 到狱前求情才行 沈翠喜决定参加京城竞技大赛 在大赛中顺利夺得魁首 得以拜见天子 陈情妖娘之事后 陛下决定让妖娘回归良民身份 一切事件尘埃落定之后 沈翠喜走在湖畔小路上 偶遇一个酷似为良公的书生 书生对沈翠喜克斯技法十分钦佩 更敬重她为仇人之女求情 想要结交沈翠喜 二人相视一笑 共同向远方走去 原本想要孤独一生的沈翠喜 竟然还能偶遇第三春 沈翠喜的前半生活的隐忍克制 她爱的人不爱她 爱她的人英年早逝 好在最后还是找到了她的春天 你觉得这个结局圆满吗 你觉得这个结局圆满花